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借这个宝贵的时间 向大家介绍一下 报官师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报官师 报官师是指 Private Individuals, Partnerships, Associations or Corporations Licensed by the US Customer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它的职责是帮助进口商或者出口商 办理在进口 或者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报官文件 帮助进口商缴纳关税 那么报官师平时具体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报官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 填写Entry Document 进口货物清关单 这张表格要在货物到达 货运码头的15日之内提交上去 报官师要做的第二项工作是 填写Delivery Order 码头仓库提货单 进口商收到Delivery Order后 可以到海关码头去提货 报官师要做的第三项工作是 填写Entry Sumnery 进口货物关税申报表 这张表格要在货物通关后 10个工作之内提交上去 报官师要做的第四项工作是 Pay Customers Duties 支付进口关税 货物通关后 报官师要帮助进口商缴纳关税 报官师要做的第五项工作是 Foreign Trade Zone and Warehouse Entry 如果进口商的货物要进入Foreign Trade Zone 或者进入Bundit Warehouse 报官公司要帮助进口商办理相关手续 填写相关表格 报官师要做的第六项工作是填写ISF 10 Plus 2 美国海关规定 货运集装箱海运进口 要在货物装船之前至少24小时通知美国海关 这张表格也叫做Importer Security Filing 报官师要做的第七项工作是 Customers Bond海关担保文件 美国海关规定 进口商在进口货物之前 必须要有有效的海关担保文件 报官师可以帮助其办理 报官师要做的第八项工作是 CPB Cargo Inspection 进口货物海关检查 海关有权利对每一批货物进行检查 如果进口商收到海关的检查通知单后 报官公司要帮助进口商 把货物送到指定的地点 以便检查 报官师要做的第九项工作是 FPF Petition 罚款没收申诉 如果海关发现进口商有违规行为 对进口商做出了罚款决定 或者是扣押决定 或者是没收决定 如果进口商收到了罚款没收通知单后 报官公司可以代表客户 进行减免罚款 或者是撤销扣押 或者是撤销没收的申诉 报官师要做的第十项工作是 Jourback Entry 出口退税 国外的货物进口到美国 缴纳关税后 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 出口到其他国家 报官公司可以代表客户 向海关申请将当时进口时 所缴纳的关税再退回来 填写出口退税单 以向十项工作 就是报官师日常所需要做的工作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谢谢大家